因為我們現在來到立法院這邊其實希望去呼籲說藉由西港這一次的慘痛的教訓 慘痛的一個案例能夠對於未來就是文資法的修法至少起到一點積極帶頭的作用 那我們這邊是非常簡單講就是這一次其實西港的唐鐵他們在我們在台南市的文資處就經過了一次文化景觀的這個線刊的審議 那這個線刊其實非常非常的奇怪的點是我們台南市文資處總共有15名文資委員 但最後僅僅只有兩位委員有來到現場線刊的情況下 以及另外有兩位是他們文資處在找的專家學者有來到現場 那總共只有四位的委員的情況下他們就可以決定說不要將這個西港唐鐵去列車追蹤 我們看到其實去年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法之後第一條開中民意的說要保障普遍平等的民眾的文化資產的參與權 但從這次無論從這次的西港唐鐵案或從過去的我們的台北嘉河新村案甚至像台東八仙洞以及像屏東的那個商家 我們都看到說其實雖然民意上說的好聽說要保障民眾普遍平等的參與權 但其實我們看到對於所有權人跟非所有權人的保障還是有差別的 因為如果你是這個房子或土地的所有權人的話你提出申請一定要進入審議 不可以說用線刊就把這個案子草率的做掉 但是在去年修法之後呢我們看到一般的民眾像我們民間團體我們常常都有提到 提到之後呢地方的文化局他們只要高開一個會刊 這位委員他在臉書上公開的回應表示說 他認為台南市文資處在這個案件他進行的不列車追蹤的決議是有行政瑕疵的 因為他們民眾提報的話文資處應該要依法去找委員去獻刊 但是假設他們只找了四位委員這四位委員當中有兩位有三位認為說不要列車 那就可以以一個2比1或是3比1一個非常接近的票數去否決這樣的列車 所以這是但是全體的文資委員可能高達15人這可能是15人 另外沒有去的委員他們可能認為應該要列車啊 但是他們卻因為沒有來到會刊的現場也沒有被邀請也沒有收到會議通知 他們就沒辦法去進行一個表態說要列車追蹤的這樣的一個權力 他們認為台南市的文資委員在沒有審議到這個案件的情況下 就讓這個案件被文資處否決是對文資委員職權上的侵害啊 海地的居民來到這邊他們其實都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其實這樣子的開發案他們發生的管道其實是沒有的幾乎是沒有 那包含我們在市場去宣傳的情況當中也發現說其實在地很多 就是居住在西港的住民們其實都不知道這個事件 就算知道他們也覺得這個24米寬的道路其實沒有辦法解決交通問題 甚至是沒有交通的問題在當地 那我們就可以非常質疑的說這個案件到底有沒有經過在地的一些調查或是什麼的 對那包含有一些民眾他們也很清楚的知道說這是一個草地質的過程 他們都知道在地的財團已經在附近買好地了 這些都是我們在很深入然後很慢的跟在地的人去聊 然後去討論這件事的過程中得到非常多的這樣子的資訊 因為就是我們現在一直在強調西港旗站其實大家可以看到照片就是這個旗站 那這邊有一個轉側器這是陽徽轉側器喔 那這是唐鐵唐葉鐵路這都是屬於西港線的主線跟側線 為什麼我們這麼希望保存是因為它不只是一條撲撲通通的唐葉鐵道而已 西港旗站除了在日本時代是肩負著這個西港線跟八分線兩個各自為政的唐廠的鐵路喔 他們在這個西港旗站這邊去做交會 那所以因此說旗站的人員以前都揮舞一個紅色的信號旗去指揮列車 來確保兩輛列車之間不要去相撞 所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節點 甚至紅色的信號旗 我們都已經在西港的這個旗站裡面被我們找到挖掘出來 它其實是提升到一個戰備鐵路的地位 也就是說當我們這個中南部的縱貫線被炸毀 所以可能無論共軍或冷戰時期的任何就是敵軍炸毀之後 那我們這個南北線變成這個南北平行預備線之後 它其實是可以作為戰備用的替代鐵路 而西港旗站它正是我們要上西港大橋前最重要的一個交通樞紐喔 我們就要呼籲文化部還有呼籲我們立法委員們 這個文字法雖然去年修過之後 感覺好像是一個很重大的變革 聲稱要保駕民眾普遍平等的參與權 但事實上我們從這一年來各地遍地風火的案例來看 其實並沒有達到這個目的 沒有達到這個理想 所以我們希望說我們今天除了參與人西港長片案 希望看來市政府及相關的單位可以即刻的停止這個程序 我們也呼籲說立法委員跟文化部應該即刻的就過去一年來展開的各種的 發生各種的荒謬的事件展開文字法的修法的檢討 我們下禮拜還要再進行一次由文資處來主導的文資 也就是古蹟的會堪喔 但這一次會堪之前 我們昨天從包商那邊得到訊息 竟然公務局就非常直截了當的說 這次會堪不會通過 而且呢他們禮拜三一會堪完 之後禮拜四就要進場施作 這由包商這邊傳遞給我們的消息 所以我們覺得非常非常訝異喔 到底現在是一個文化資產管理處 是文化局底下的還是公務局底下 為了開發護航的一個附屬機關 我們覺得非常荒謬 我們希望教育文化委員會 在這個會期能夠將文資法 剛才我們所提到的文資法第十四條 跟文資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 都能夠在即將開議的立法院 在這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上面 這些委員們能夠出面回應我們的訴求 而且將這個法案列為優先的法案 我們來看見 我們去看見 我們去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